活在现场,妻子无视我去救了她的初恋,直到她拼命将初恋救走,也没有看我一眼,她甚至扔下躺在手术室里濒临死亡的我,跑去照顾毫发未伤的初恋,大难不死后的我终于醒悟过来,决定和她离婚,可是她却红着眼睛撕碎了离婚协议书,跪下哭求我原谅,爆炸发生后, 我整个人因吸入过多的一氧化碳而无力倒地,只能眼睁睁看着漫天火焰将我包围,脑袋昏沉的除了能感觉到疼以外,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,耳边仿佛只能听到自己越来越弱的呼吸声。 直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,纪总,我们打个赌吧,就赌呆会周同来了,会先救谁?我猜,他会先救我。 我努力看向声援方向,看到蹲在最外面位置的宋城,正满脸激动地看着我,宋城是周同新招进来的小助理,也是这次爆炸案的始作俑者,我觉得他真的是疯了吧。 只可惜,我已经无法控制身体,做出任何的反应,就连火势蔓延到身上,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灼烧,忽然间门外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,紧接着是周同着急的声音,你别怕,我这就来救你了。 听到爱人的声音,我努力打起精神,拼尽全力地抬起头看着周同跑了进来,正要提醒他救我的时候,要注意保护好自己,却看见他直接无视了我,朝着不远处的宋城跑了过去,他奋不顾身地扶起宋城,然后头也不回地就离开了这里,看到宋城路过我时,居高临下看我时, 满脸得意的神情,我的心突然痛得无法呼吸,内心涌出无尽的绝望,我的意识逐渐涣散,脑海里闪过了和周同的点点滴滴,送成是周同的白月光,只要他出现,他从来看不到我,这些年,我一直跟在周同后面。 努力让他爱上我,但我真的累了,下一刻,我缓缓闭上眼睛,再也没了意识,再次有知觉的时候,我还没睁眼,便闻到了医院难闻的消毒水味道,他还会醒过来吗? 是周同的声音,这个不好说,要看病人本人的求生意识,医生回应道,周同走到我的床边,看到我已经缓缓睁开了眼睛,有些惊讶地到我的身边,一下握住了我的手,激动地喊道, 阿眼,你终于醒了,我看着他现在这样装模作样,却想起当时我被救出来后,在手术室的事情。 当时我醒了过来,看到医生急着找家属签手术协议,但是却找不到周同的身影,后来是一个护士急匆匆地跑了过来,病人家属去照顾另一个爆炸受害人了,不过那个人一点伤都没有,这仨人真奇怪, 我知道周同是去找宋城了,可是他居然这么狠心,扔下生死未卜的丈夫,跑去照顾毫发未伤的助理,所以当我醒来,看到周同这样虚伪,只觉得反胃,周同见我这样,有些担忧地看着我,阿眼,你怎么了,我是小同啊,我一把甩开了周同,但正是因为动作幅度太大, 整个人都疼得厉害,我猛地掀开盖背,忍着疼痛,一却一拐地走到卫生间里,看到镜子里的自己,崩溃的一下跌坐在地上,镜子里的我,布满了密密麻麻,身前不一的伤痕,就连那张脸,野伤也有一些, 这些伤痕触目惊心,极为丑陋,周同赶忙跑到我的身边扶我起来,安慰我道,阿眼,现在科技这么发达,你的伤疤都能去掉的,你现在要做的是养好身体, 医生知道,我醒来也赶了过来,给我做了个全身治疗,随即说道,季先生恢复得不错,算是度过危险期了, 只不过全身大面积烧伤,这些伤痕是在爆炸点待太久了才这样的,当初要是早送来一些就好了,我听到医生的话,猛地看向周同,当初要不是周同一心只有送成,我也不会变成这个样,周同看到我如刀子一样的眼神,有些心虚地说道, 阿眼你饿不饿,你想吃什么,我让阿姨给你做点送来,我没有搭理周同,而是拿出手机拨打了律师的电话,让他帮我起草一份离婚协议书,经过这个事情,我已经彻底醒悟了,周同这样的人,不值得我为他付出。 周同听到我的话,立刻大声喊道,你要跟我离婚,阿眼,我知道你这样很难受,我也很难受,但是我当时真的没有看到你,这不能怪我。 我不知道周同是怎么厚着脸皮说出这句话的,当时送成是跟着我出去工作的,周同知道我和他肯定在一起,而且当时我就在门边,反而是送成站在最里面,可是周同却根本就没有想过来救我,如果不是消防员后来及时救我出来, 我现在早就死了,我有些痛苦的闭上眼睛,周同,我真的累了,我求你放过我。 和我离婚,周同却还觉得我是赌气,用着温柔的声音说道,阿眼,我知道你还在生气,但是也别拿离婚开玩笑好吗? 我讨厌周同,这副觉得我永远都离不开他的模样,我抬起手,将他递过来的杯子摔在地上,周同,我说,我们离婚你听不懂吗? 这个声音有点大,很快我的门就被别人推开,我看到送成穿着病号服走了进来,他看到我醒来,就换上了一副欣喜的表情, 季总你可算醒了,但是当他看到被我摔碎的杯子时,又变得担忧起来,季总,你怎么一醒来,就和小童吵架,虽然这些天小童一直照顾我,但是他心里是惦记你的。 我听到送成的话,闷闷地笑了两声,送成虽然穿着病号服,但是面目红润,从头到脚都毫发无损,精神也很良好, 而周同就为了这样一个没受一点伤的人,将我扔在手术室,甚至之后都对我不管不问,我冷眼看着送成,毫不留情地拆穿了他, 送成,火是你放的,当时明明我已经下班准备回家,是送成说,合作方临时约了工厂检查,我这才跟他去了那个地方,谁知道了工厂空无一人,我刚想要离开,他就拿出了炸药,送成听到我的话,脸上的表情有些委屈。 他躲到周同的身后,小声说道,纪总你这是什么意思,发生这样的事情,谁都不想的,你不能因为小同救了我就诬陷我,周同护着送成, 你疯了把纪之眼,爆炸发生的时候,要不是阿宋护着你,你早死了,哪还等得到消防员去救, 而且你活着的消息也是他告诉消防员的,你现在恩将仇报,我现在听着他们你一句小同我一句阿宋的,只觉得无比的恶心,更何况周同就是个傻子,居然相信送成说的毫无逻辑的话,我毫不留情地反驳道,送成护着我他能毫发无损。 但我却重伤昏迷,他要真想救我,会在出去后才和消防员说,而不是在你进来的就告诉我,周同替送成辩解,那么大的事情,阿宋当时肯定梦了,送成露出头,像是可怜的小白兔一样看我, 季总,我知道你一直看我不顺眼,但我和小同真的只是朋友,你要是讨厌我,我可以离开他,送成说完就要离开,却被周同一把拉住了,周同瞪着我,替送成打抱不平,够了季之眼,从阿宋回来你就处处针对他,当年的事情本来就是我们对不起他,我听到周同提当年的事情,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,但我没什么力气和周同继续扯下去,只能拼命使自己冷静下来,周同,我的律师会和你说离婚的事情,你带着送成离开吧,周同有些生气,我们结婚七年了,你非要闹成这样吗? 我闭上眼睛,是因为你,我们才走到今天这步的,这些年,我对周同百般让步,他要什么我都给他,自从送成回来后,我假装不知道他们私底下偷偷出去见面,甚至还同意周同让他到公司当他助理的请求, 我自问对他问心无愧,可是他却将我的生命看作灰尘,本来没送成什么事,可是他非要掺和进来, 纪总,你千万不要因为我和小彤离婚,我和小彤就是朋友,真的没什么的,你要相信小彤啊, 我实在看不惯送成这副兴兴作态的样子,直接骂道,送成,你说这话,自己恶不恶心,周同看到我这样, 顿时像是炸了毛的刺猬,将桌子上的茶杯猛地扔在地上,撒气地说道, 好啊,记只眼,你要离婚对吧,那就离啊,还真以为我没了你不能活,说完他就拉着送成离开了, 他们俩刚刚吵得我头疼,等他们走了我就躺在床上休息,不知过了多久,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,外面天已经黑了, 我打开手机看时间,却正好看到了朋友发来的消息,是截图的送成的朋友圈, 图片是两个人在海边食指向扣散布的照片,虽然没有露脸, 但我一眼就认出女方手上戴着的,是我当时跑了很多地方找人专门给周同定制的全球独一无二的戒指, 送成的配文是兜兜转转,还好你还在我身边,以后就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们了, 我合上手机,只觉得特别的好笑,送成是怎么敢说出这句话的,当年他离开周同。 不过就是因为他干的那些事情被我们发现了,我和周同的爸妈又怕周同知道后会伤心, 就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去国外,送成哪里是被逼着和周同分开, 他那是想攀高枝被发现后逃了,可周同却为了这样的一个人, 宁愿让我葬身活海里,我转头看向窗外那么皎洁的月亮, 我和周同之间也确实该有个了结了, 爸妈给我请了最好的医生进行后续的康复治疗, 大概多了一个多月,我就离开医院回家休养了, 身上的伤疤虽然不一定能消掉, 但好在脸上的伤疤已经几乎看不见。 我刚出院到家,就闻到了厨房传来的香味, 周同虽然没有动,但是声音却传了过来, 阿宋是你回来了吗?快洗手吃饭, 我今天给你做了好多你爱吃的, 我听到周同念到宋成的名字,眼神一冷, 这里是我和周同的婚房, 可是周同居然趁我在住院期间将宋成带回来, 我只要一想到宋成呆在我的房子里, 用我的餐具,睡我的床, 整个人都犯恶心, 阿宋,周同见没有人回应他, 从厨房走了出来, 我看到周同的身上穿着围裙, 拿着锅铲,露出的脸蛋上面, 还沾染着一些面粉, 他看到我, 微微一愣, 似乎没有反应过来, 我记得周同说过, 他最闻不得的就是厨房的那种油烟味, 所以我从来没有让周同进厨房做过一顿饭, 哪怕我高烧到四十度, 我也没舍得让周同替我去熬粥, 可是现在, 周同却为了宋成去做饭, 周同反应过来, 脸上闪过一丝尴尬, 挠了挠挠地说道, 阿爷, 你, 你今天出院, 爸妈应该和你说我今天出院吧, 爱你怎么跟爸妈说得来着, 今天公司开会臭不开身, 我上下打量了他一下, 这就是你说的公司开会。 周同理亏, 不知道该如何反驳我, 但还是晚尊道, 我确实公司开会, 这不刚刚回来, 就想着给你熬点汤补补, 我恩了一声, 没有打他的脸, 而是走到了餐桌上坐下, 周同慌忙抓起手机冲到厨房里, 我猜他是给宋成发消息, 让他现在别回来, 但是我没拆穿, 周同很快端着饭菜, 从厨房走了过来, 我看了眼最中间的羊肉汤, 上面还撒着香菜, 周同讨好似的拿碗给我盛了一碗羊肉汤, 放在我的面前, 羊肉的山味和香菜难闻的味道, 都让我的胃难受得想吐, 我有严重的胃病, 是在当年和周同成立公司的时候, 疯狂出去应酬落下的病根, 而且我对羊肉过敏, 而且我还很讨厌香菜, 这些周同都是知道的, 只是他现在满心想的都是宋成, 哪里能想到我, 我将碗推到了周同的面前, 冷声提醒他, 周同, 我羊肉过敏, 也吃不香菜, 周同这才想起来, 赶蒙道歉, 对不起阿言, 是我最近事情太多忙忘了, 我却没给他面子, 直接了当地开口, 未必, 我记得宋成最喜欢的就是羊肉汤了, 对吧, 周同被我拆穿后, 气急败坏地朝我喊道, 你闹这么久还不够吗, 我给你一个月的冷静期你, 也该冷静了吧, 离婚的事情, 我就当没听到过, 以后你也别提了, 原来周同这一个多月没来找我是以为我在闹脾气, 让我冷静来着, 他以为我会像以前那样嚎哄, 只要他勾勾手指, 我就会屁颠屁颠地跑过去, 但可能要让他失望了, 我从包里拿出了离婚协议书递了过去, 签了字, 我们找个时间去民政局, 周同似乎也没有想到, 我真的会拿出离婚协议书, 瞪大了眼睛, 你认真的, 我点了点头, 我们的资产对半, 剩下的我的律师会跟你戏聊, 周同咬了咬牙, 好啊, 记只眼, 我们离婚了, 你可别后悔, 我的嘴角扯出一抹糊涂, 和周同离婚我不会后悔, 我最后悔的事情, 就是和周同结婚, 我在家又休养了一个多星期, 这一个多星期里, 我每天都能看到宋城的朋友圈, 或许是他知道我能够看到他的朋友圈, 他就拼了命地发, 最近的一条, 是他们去马尔代夫度假的照片, 照片里, 他们紧紧相拥, 像是一对亲密的恋人, 当我看到照片时, 脸色一沉, 我和周同结婚的时候, 正赶上公司危机, 只匆匆领了结婚证, 连婚礼都没有举办, 更别说蜜月了, 后来公司虽然度过了危机, 但我们也越来越忙, 没有时间休假, 在后来公司稳定后, 我就提出带周同去马尔代夫补办个蜜月和婚礼的事情, 可他总是支支吾吾地拒绝我, 我一直以为他是不喜欢出去旅游, 待到现在才发现, 他是不喜欢和我出去旅游而已, 我原本以为对周同已经没有任何感情了, 可是当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, 还是会难过, 难过自己这些年的付出, 却得到了背叛, 我合上手机, 却收到了朋友的消息, 说最近公司出LA室, 让我休息好了, 就快点回来, 我原本是想等身体养好了, 再去处理公司的事情, 但朋友都这样说了, 我就赶忙收拾一番去了公司, 到了公司, 前台看到我有些惊讶, 然后快速跑到我的身边, 纪总您出院了, 您身体恢复的还好吗? 今天周总去外面开会了, 现在不在公司, 我迟疑的看了前台一眼, 周同在不在公司, 和我有什么关系, 看到他这样拦我, 我更加相信最近的风言风语了, 我无视前台, 静止刷卡进了公司, 进了公司, 我直奔我的办公室, 却在进入办公室的时候, 发现我的办公室装潢全都变了, 我不喜欢太花哨的办公室, 所以几乎一切从简, 可现在的办公室, 所有的家具都是花了大价钱置办的豪华版, 而且这个人的品位还非常的俗气, 我走到办公桌前, 看到副总的后面, 我的名字已经不见了, 跟着的却是一个熟悉的名字, 我的嘴角扯出一抹嘲讽的笑容, 有些人还真是小人得志, 办公桌上面的名牌, 从我的名字变成了宋城的名字, 我一手建立的公司, 居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, 换了副总,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周同做的, 当年周同想要创业, 我就从家里借了资金陪他一起, 创业初期那么艰难, 我每天都出去应酬, 甚至喝到未出血住院, 我还记得那天, 他拉着我的手, 哭着说要嫁给我, 后来公司逐渐稳定后, 我在公司的威望也要比他高, 那些高层都死心塌地地跟着我, 却对周同的能力保持怀疑, 使周同哭着说自己委屈, 于是我力排众议, 让他当了公司的总裁, 而我退居二线成了副总, 但是现在周同居然用自己的权力谋私, 让宋诚这个什么也不会的人当了副总, 我正要给周同打电话, 外面却出现了两个熟悉的声音, 小同, 你说要是记之眼知道了, 会生气吗? 是宋诚的声音, 你管他生不生气干什么? 我是公司的负责人, 他惹我生气就该滚, 周同紧接着说道, 小同, 你真好, 还好这次我回来你还愿意原谅我, 宋诚的声音委屈, 之前的事情也不是你的错, 要不是记之眼和我爸妈逼你离开, 我们也不至于分开这么久, 周同安慰着, 他的话刚说完, 门外就传来了一阵不堪入耳的声音, 我的拳头逐渐握紧, 心疼得仿佛在低血, 很快门就被推开了, 小同, 我感觉这个办公室有点小了, 改天给我换个大点, 宋诚的话没有说话就看到了我, 顿时耿住了, 我抬起手, 朝他们打了个招呼, 周同看到我的时候, 表情有一些不自然, 但很快又恢复原样,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, 这已经不是那你的办公室了, 现在公司的副总是宋诚, 我抬手拿起了名牌, 将他扔在了垃圾桶里, 随后才抬眼, 看向有些生气的周同, 公司其他高层同意了吗? 不会只有你吧, 周同瞪我, 我是公司总裁, 难道一个副总都安排不了吗? 我听到他这句话只笑了笑, 公司总裁, 周同你不要忘了, 当初公司是靠我家的投资才建立起来的, 如今也是我控股最高, 有最实际的权利, 你这个公司总裁, 当初是我让给你的, 现在我也随时都能撤掉, 或者我换个说法, 如果我离开公司, 让济世集团的投资撤走, 你觉得公司在你和宋诚的带领下能挺多久, 周同听到我的话顿时不敢说话了, 如今的公司虽然越来越好, 但是和周同的关系不是很大, 很多高层也都不认周同, 宋诚见周同不敢说话了, 小心翼翼地探出头, 还是像以前那样装作委屈的模样, 小同, 要是纪总真的介意就算了, 你不要因为我和纪总吵架, 他的这副男绿茶的样子, 让周同的保护欲顿时起来了, 他指着我骂道, 记直眼, 你不要太过分, 这个公司也有我的功劳, 不是你一个人的, 我听到周同说的这些话, 只觉得特别的好笑, 他这样委屈就好像是我说错了什么一样, 我平静地看着, 是吗? 那请问, 当年我为了一个合作, 喝到未出血住院的时候, 你在做什么? 你在和别人做美甲, 等我从手术室出来了你, 才哭了两声, 当年我为了公司的资源, 跑了全国各地无数个工厂的时候, 你又在做什么? 你再和别的小姐妹逛街, 还问我要钱买了那件限量版, 我一字一句地问道, 这些事, 需要我一一提醒你吗? 周同自然是不敢跟我对质的, 他作为金融系的高材生, 对于公司的奉献肯定是有的, 但是远远没有我多, 所以他现在想要将我摘干净, 独占公司。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, 周同听到我翻旧账, 警惕地问, 你想要做什么? 我平静地说道, 当然是夺回属于我的一切了, 周同走到我身边, 抬手就想给我一个巴掌, 但是却被我拦住了, 我狠狠甩开他, 让他一连串地退后了好几步, 他转着, 被我扭红的手腕, 狠利地看着我, 季智燕, 你现在这样对我, 你会后悔的, 第二天, 我是被秘书的电话吵醒的, 我刚接听, 就听到了那边急急忙忙的声音, 季总, 有人举报您泄露公司机密, 现在公司都乱成一锅粥了, 您快来吧, 我收拾好自己, 就出了门, 刚到公司的会议室时, 我就看到了高层围在那里, 会议室里, 股东高层都已经做好了, 他们看到我立刻朝我寒暄, 关心我的近况, 寒暄完, 他们就开始问我, 那些举报到底是不是真的, 我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, 而是直接走到了总裁的位置上坐下, 周同看到我这样, 想说, 但是又不敢说些什么, 只能带着怒气走到副总的位置上, 而宋承就只能在后面属于助理的位置上坐下, 关于举报中说的, 我泄露了公司机密给敌对公司的事情, 我有证据刻意自证清白, 说完, 我拿出了敌对公司的新品概念, 和我的两个不同时期的项目概念, 一份保存于一周前, 一份保存于五天前, 但是都比敌对公司的新品概念要早, 敌对公司的新品概念, 和我一周前淡存的新品概念一模一样, 这就能证明, 这份机密文件绝对不是我泄露的, 否则我只会泄露最新的那份, 敌对公司为了针对我们, 拿到了图纸就加速研究, 但是我的那份图纸有重要的漏洞, 在我的最新图纸上已经进行了修复, 所以我是被陷害的。 当然, 这个作证没有那么直接, 我还有更直接的, 说完我就打开了电脑, 点开了桌面的视频, 这是一个监控视频, 当周同看到画面里是我的卧室的时候, 顿时慌了, 监控视频里突然出现了宋城的身影, 宋城鬼鬼碎虫地跑到我卧室的书桌边, 不知道翻箱倒柜地在找些什么东西, 但是很快他就拿出了一份文件, 十分得意地将它装进了包里, 又捏手捏脚地离开了, 这个摄像头是我出院之后安装的, 我怕宋城又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周同带回来, 但是却没想到起到了这个作用, 我看向有些慌乱的宋城, 宋城, 你四闯民窄, 偷到公司机密文件, 还有什么好说的, 宋城听到我的话, 顿时吓得一头汗, 转头看向周同, 哀求道, 周同, 周同立刻打断了宋城的话, 宋城, 你居然干出这种事情, 我坐在椅子上, 看着他们狗咬狗, 觉得特别有趣, 宋城听到周同的话瞪大了眼睛, 周同你居然撇干净这件事, 我望向周同, 若有所思地问, 周同, 这是你真的不知情吗, 正当周同还想要辩解的时候, 我的秘书敲门走了进来, 朝我毕恭毕敬地说道, 季总, 新闻发布会已经准备好了, 媒体朋友也已经到场了, 您和其他董事都可以下去了, 周同反应了过来, 瞪着我, 你这个时候, 开新闻发布会干什么, 我站起身朝着门外走去, 当然是撤职, 周同跟上我, 撤谁的, 你敢撤我的职务吗, 我没有回答他的话, 静止走了出去, 所有人都跟着来到了新闻发布会的现场, 媒体们察觉到我和周同的不对劲, 立刻敏感地将摄像机对准了我们, 今天召开这个新闻发布会是想阐述些事实, 首先, 周总滥用职权, 在我住院期间, 让助理宋成成为副总接替我的职务, 其次, 这位成助理就是这次爆炸案的主谋, 他在我下班时间约我去工厂考察, 将我引到工厂后, 就引爆炸弹, 最后我被炸伤险些身亡, 而他却毫发无损, 最后就是, 他们俩合伙盗取公司机密文件, 却反过来诬陷我的事情, 所以, 今天公司需要根据最高控股权, 重新选举一下公司的最主要负责人, 所有人听完我说的话, 都震惊地窃窃私语, 周同注意到我说的第二天, 猛地派了一下桌子, 记之眼你在放什么狗屁, 你说宋城是主谋, 你有证据吗? 这些天我没有报警, 就是在收集证据, 而现在, 我的证据都已经收集好了, 除此之外, 我还有个礼物要送给周同, 我看着周同处处维护宋城, 冷静地说道, 我已经将所有证据交给了警察, 我相信警察会查出真相的, 宋城听到我的话却变了脸, 立刻警惕地说道, 你怎么可能会有证据, 我怎么可能会有证据, 宋城问的这话, 简直就是不打自招, 不过周同却没有听出来, 你最好不要造谣一个证据出来, 小心遭到报应, 我清醒过来之后就找四家侦探去调查过那个工厂, 但是如我所料, 当时所有的监控都被拆了, 根本就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是宋城, 但是好在我每次去工厂都会带个型摄像机, 那天也不例外, 爆炸发生时, 我正好将摄像机放在口袋里, 虽然爆炸让摄像机有些损坏, 但是好在已经被修复了, 里面录到的东西也没有消失, 我打开电脑, 点击了播放键, 这是我给周同准备的第一个礼物, 是我修复过的视频, 画面刚开始, 是空无一人的工厂。 宋城, 你不是说今天工厂检查吗? 他们人呢, 我的声音传来, 纪总这么聪明, 看不出来今天根本没有什么工厂检查吗? 宋城的声音, 我的摄像机听到宋城的话, 就对准了宋城的脸, 他那张本来人畜无害的脸上, 此时却满是带着阴谋的笑容, 看起来不怀好意, 你什么意思? 宋城的脸上又出现了恨意, 生起寒道, 记之眼, 当初要不是你坏了我的好事, 现在我早就跟周同结婚了, 哪里还有你的份, 也不至于现在快三十岁了, 还没钱, 我当时还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, 只是感觉到生气, 那些事难道不都是你自己的错吗? 现在我没有拆穿你已经算便宜你了, 不用你拆穿我, 因为你很快就是个死人了, 哈哈, 我察觉到什么, 你, 砰, 我当时只说了一个字, 就被爆炸的声音淹没了, 画面到这里也是吓然而止, 但事实已经被摆到跟前, 根本不用再去做什么阐述了, 周同瞪大了眼睛看着画面, 久久没有从惊讶中回过神来, 宋城反应的倒是很快, 立刻洋装被诬陷般的生气, 几只眼, 你这一个月就是弄出这个AI合成的东西来诬陷我的吗? 周同看了一眼宋城, 没有开口说话, 他现在自己也分不清到底什么情况, 宋城见周同没有维护自己, 赶忙抓住了他的手, 小同, 你一定要相信我, 我怎么可能做出杀人这种事情, 你知道的, 我连虫子都不敢杀的, 肯定是寄之眼故意栽赃我的, 他就是嫉妒我们, 重归于好想无限我, 我拍了拍手, 对宋城的这些话, 表示赞扬, 连虫子都不敢杀我, 宋城, 你真善良, 那请问, 当年找一群小混混去强奸周同的人, 不是你吗? 周同听到我的话, 就像是被五雷轰顶一样, 他退后了半步, 腿软般地坐在椅子上, 强撑着看我, 记之眼, 你有没有证据证明? 如果没有, 我要告你诽谤, 宋城听到周同为他说话, 得意地看着我, 对呀, 记之眼, 你有证据吗? 现在在媒体朋友面前, 你可千万不要造谣, 所有的媒体朋友都激动地正在吃瓜, 等着我拿出证据, 我看着宋城得意的脸蛋, 自信地笑了笑, 随后按了一下电脑, 下一刻, 屏幕上的画面变成了黑色, 紧接着是一个陌生男人和宋城的对话, 宋哥, 你确定这没问题吗? 周同真的会相信吗? 这能有什么问题? 到时候, 您就进行到最后一部, 我再进去演个英雄救美, 他还不得感激的一辈子都对我死心塌地, 宋哥, 那钱, 你放心, 这钱不会少你的, 宋城听到这段录音, 顿时脸都下白了, 他绝对想不到, 当年这段录音被录了下来, 也没有想到会被人背刺, 媒体们都一脸终于来大活的样子, 赶忙将镜头对准了周同和宋城, 周同拨开媒体, 冲到了宋城的面前, 抬起手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, 他全身颤抖着, 哭着问, 宋城, 当年的事情真的是你做的, 宋城扒着周同的手, 不是我, 这都是忌之眼合成的, 都是他拿来诬陷我的呀, 小同, 你要相信我, 你真的要相信我, 可是证据放在面前, 不管宋城怎么辩解, 周同都没有再相信他, 周同的目光很力地盯着宋城, 宋城, 你真该死, 说完, 周同就拿起会议室的剪刀, 想要捅进宋城的腹部, 只是宋城反应很快, 一下就让他躲开了, 正在这场闹剧要结束的时候, 警察来了, 他们以故意杀人罪, 逮捕了宋城, 接下来的一周, 我都在处理公司的事情, 没有见到过周同, 听说警察那边找到了宋城制作炸弹最直接的证据, 很快就开庭了, 我拒绝调解, 当年强奸案的当事人周同也拒绝调解, 但宋城一直坚持自己无罪, 这事就拖延了下来, 那天我正要去上班, 却看到周同在楼下花园等我, 我原本不想搭理他, 可是周同却把我拦住, 将动静闹得有些大, 没有办法, 我将他带到了家里来, 周同看到我脸上没有什么表情, 眼眶一红, 语气也颤抖着问, 阿爷, 我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, 难道你不能原谅我吗? 我坐在椅子上, 看着周同这个样子也不为所动, 只是反问, 周同, 你婚内出轨, 纵容宋城针对我, 指使他偷盗文件, 然后栽赃我的时候, 想过我吗? 周同听到我细数他的罪状, 崩溃的一下跪在了地上, 抓住我的手苦苦哀求, 对不起阿爷, 是我被宋城迷惑了, 我知道错了, 我们十几年的感情了, 你就原谅我吧, 我再也不会这样了, 看着他这样苦苦求我原谅, 我并没有觉得多洁气, 只替自己觉得惋惜, 我闭上眼睛, 狠狠呼了一口气, 缓缓开口, 周同, 我现在只觉得我十几年的付出, 全都为了狗, 不对, 为了十几年的狗, 都知道感恩我, 但你却到处给我插刀子, 你连狗都不如, 周同见我骂他也不生气, 反而附和道, 是是, 我是连狗都不如, 你打我骂我都好, 只要你肯原谅我, 让我们重新再起, 我看见他这种, 无奈地笑了, 当初我在高中班级里, 见到他第一面的时候就喜欢上了他, 那个时候的周同, 骄傲, 美丽, 却特别善良, 他帮助其他同学, 也经常救助学校的流浪猫狗, 可是什么时候开始, 周同变成了这样的人, 一个全是坏心眼的, 又自私自利的人, 我摇摇头, 不可能的周同, 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在一起了, 周同见我这样绝情, 大声喊道, 记之眼, 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? 我没有回答他的话, 只是拽着他, 将他赶出了我的房子, 周同说我很心, 可是, 我的狠心还不及他的一半, 他做出那么多对不起我的事情, 我也只是一一报复了而已, 在周同和宋成被公司辞退后, 我将公司上上下下都整治了一遍, 现在的公司要比之前还要好, 加上之前敌对公司出的那个残次品, 被大众抵制了之后, 我们公司几乎在这个领域一起绝尘, 成了行业楷模, 我再次听到宋成和周同的消息是在半年后, 听说周同趁着宋成再次开庭, 趁着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时候,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刀, 狠狠地刺进了宋成的心脏处, 就像当年在会议室一样, 甚至要比之前更果断, 也更决绝宋成伤到的是心脏, 他甚至都没有等到医生过来, 就没了呼吸, 到死都没有闭上眼睛, 而周同看到宋成的尸体, 即使被警察抓住也在笑, 哈哈哈哈宋成, 你骗了我十年, 你简直不是人, 你该死, 我终于把你杀了, 哈哈哈哈, 阿燕你看到了吗, 我把这个害你的贱人杀死了, 你可以原谅我了吧, 哈哈哈哈, 都怪这个贱人把阿燕害成这样, 我杀死你, 杀死你, 杀死你, 周同在庭审上太疯癫了, 警察只能先把他带去了精神病院, 事实证明, 周同确实是疯了, 他的精神状态很不好, 因为精神问题, 也没有办法定他的罪, 只能让他在精神病院治疗, 我去精神病院看了周同, 他看到我, 原本暗淡无神的眼睛一亮, 扑到栏杆前看我, 阿燕, 你终于来看我了吗, 我的记忆还停留在多年前的周同, 那样落落大方, 漂亮又骄傲的周同, 可是现在, 他却穿着病号服, 头发随意地扎起来, 身上的衣服还满是灰尘和油渍, 整个人看起来都苍老了很多, 说是四五十岁都不为过, 我看着他懵懂的眼瞳, 周同问道, 周同, 你会后悔吗, 周同没有回答我的话, 而是又笑着问, 阿燕, 我们结婚之后就去马尔大夫好吗, 我好想去那里度蜜月, 对了, 你要不要看看我的婚纱, 可漂亮了, 说完, 他站起来自己转了一圈, 像是炫耀什么, 我看着他身上那个满是污渍的病号服, 沉默着没有说话, 周同见我不说话, 撒娇道, 阿燕, 你怎么不说话啊, 是不是你不喜欢这个婚纱, 那我去换一个好不好, 你不要不理我吗, 我刚想说话, 护士却来打断了我, 季先生, 这次探视的时间到了, 我站起身, 把想说的话又咽了下去, 走出了病房, 护士送我的时候, 和我说了周同最近的近况, 周同他总是说, 要和阿燕一起去马尔大夫玩, 还说什么对不起阿燕之类的话, 我回头, 透过窗户看到了周同正在看我, 我看到了周同用口型对我说着, 对不起, 阿燕, 我回过头, 没有再看他, 走出精神病院, 外面下起了雪, 我的妻子打着伞迎上我, 这场雪下得太突然了, 你身上的伤疤痒不痒, 我们还是快点回到车上吧, 不然你又要难受了, 随着雪落在我的身上, 我身上的伤疤确实有些痒得难受, 这些伤疤都在提醒着我, 不要原谅那些曾经害过我的人, 至于马尔代夫, 我会和我的妻子一起去, 这些伤疤痒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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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痒